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題就是找數 找數 你們如果看到或聽到 我們有疾和疾 你就告訴我們 對 快點在Facebook 上分享 我們的直播 就算不然去別人的項目 說我們這場馬有這個 賠率直播 什麼都不要說 找三、五個人去馬會直播 通知大家有票看 這是最重要 我們現在馬上看一看 因為我們永遠做第一件事 每一場馬 一開始看什麼 就是如果有聽過 我們會先看早票 是 剛才我講解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常常說早票 什麼叫做早票 就是過關前的票 那些叫做早票 我現在看到 十一 其實是十二點買的 十一 射下去下一場 一號的馬寶 十一號就是 星雲判官 這些馬你自己先摘下 剛剛才 另外一隻 有隻六匹的人偷跳 這隻是威利大大 就是買了九萬元的票 這些馬你可以先摘下 然後看看我們的號碼 有沒有選到 對 然後另外一件事要做的 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 看看過關票 過關票 你會看到十號的 劍碟風 拉縮的 我們有紅色的 這些號碼 就是過了一百萬的過關 我們不跟馬會那隻 我們真的看到彩池一百萬 推了下去 未必是一個人 可能是二百個人 推了下去 這些都叫做大駐過關 馬會那隻 就說有一駐過下去 那隻 位置大 才叫大駐過關 我們那個 叫做總數的過關 馬會那隻 就是獨立 每一條票的過關 沒錯 就像之前我們說 某一些大日本 他沒有過關的話 他不代表他真的沒有過關 只不過是沒有一個很大的熟過關 沒錯 另外一樣東西 我們會再看一看 這個就是我們高級版 才會看到的 國地賠率 其實你會看到中間 有一批馬 一定要看著時間 這些叫做外國賠率 我們都可以留意 看看哪些馬是低水的 低水的馬是沒有顏色 高水是有顏色的 我們為什麼會調轉了整件事 其實整件事告訴你 你這些馬是倒進去 因為我們不只是香港客人 比如澳洲客人 如果你喜歡這隻1 你現在倒進去FIX AUX 因為它更好 剛剛才 其實是讓你這樣用的 這個東西 但你就要看哪些低水的馬 你就要留意一下 別人說我都害怕 是不是 我怕我當然是做低一點賠率 難道被你買爆我嗎 這些馬你都可以留意著 就能在這個範圍內 開始你快速 extracting 你便要提醒一些號碼 然後就要看 有什麼過關戴著 走著紅色 那些進場就看著變化 例如有看傳統的話 就會看著變化 另外一個第一件事我們一定會看 就是上口孖寶次關 上口孖寶次關 通常都是會雜住的 看到1號上口有個孖寶 然後3號的時人也有孖寶 另外8號和9號最後都有孖寶 我們又會看 跟我們的評判不同嗎 剛剛先說 好像我們這次看見一隻9號 我的一星馬又是PACE馬 這樣你又可以閘下它 這些馬車說怎樣都要拖 什麼都不要理會 另外3號就是翡翠福星 我和鳥王都沒有 還有1號的關星公爺 我們都沒有 這些我們再看臨場 會不會再有變化 所以如果你說一個最簡單的看飛方法 第一階段就要先做這件事 好 我們現在還有這個9分鐘 不如先讓鳥王先選馬 這場我選的馬比較少 因為亂局 我都已經寫明給自己聽 來到第七場三班1650米 首先第一隻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10號馬的劍滅蜂 這隻劍滅蜂今季四次 三次同情的 近兩將Mathieu快斤 第二都是第二輸人 所以就要臨臨換拉肅 拉屎騎得非常之差 這次上了拉肅之後 擺明就是要找人幫助 用騎弓搭救 神貨見馬匹沒有走樣 火力仍然在 希望一樣東西可以幫到這隻馬開債 不用說話了 因為錢 待會看完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今場是全程直播 錢是怎樣走向的 這隻10號的劍滅蜂 我覺得WinQT都值得投注 第二隻馬介紹的 就是12號馬的開心健康 這隻開心健康今季六將 前將在四班贏了之後 上次就跟走武功 今次上三班 揹回輕磅108磅 上了潘明輝 這隻馬小心他一個 咦 一個會馬槍 也可以靠輕磅來偷襲 現在有36倍Win 這個我覺得適宜買一個PACE 我自己就買了 QT 三重賽我會拖 Q我暫時還在想 今場其實真的 還有那隻2號馬 就是快放會好 但是今天就不適宜 那麼放頭 變成我都提起了這隻 不介紹的 今場我只是介紹10、12兩隻 10和12兩隻 兩隻劍滅蜂我邊線來的 12號的開心健康我沒有 那我選什麼馬 其實我今場馬都選得很少 第一隻介紹的就是 2號的美麗寶寶 2號的美麗寶寶 上戰泥地 表現實在是挺差的 跟前跑 但是他表現不差 他可以跟前跑 後上兩段快時間追上來 回跑菊草一里 同組時間不見好 但這隻馬的提速 有前有後的 形勢大好 今次換一下潘倫上去 我覺得這隻馬 有權在前面回來 有些賠率 70多元 另外一匹馬 會喜歡的 就是5號的喜德福 這匹馬 近兩戰大敗 而會表現失望的回跑 回菊草一里 同組時間 原來是最佳 這隻馬 今場要加2磅上陣 當位不差又得放 形勢有力 我看這隻馬 可以一放到尾 咦?這麼難的?為什麼 52倍變10倍 比賽 竟然我這隻 不是一星選了三星 除此之外 還有兩隻一星馬 分別是7號的 贏風雲 贏風雲 就是初跑菊草一里 預計時間不差 見這隻馬 神科有進步 加上這隻馬 後勁是同組最厲害 找個後上騎士 審拿 做懶殺手 我覺得這隻馬 不能小妙 不可以看低這隻馬 另外一隻 就是9號的旅遊首席 菊草從未好過 但這次就過來跑場菊草一里 原來同組時間是最佳的 今次這隻馬的檔位不算差 拿個9檔有得放 用過A上陣有綁減的 我就覺得這隻馬未能挖死 重複一次 鳥王就選了10號、12號 而我光頭介紹 2、5、7和9 今場馬是沒有綜合推介的 因為我跟鳥王的數碼 是完全不配合的 但也只有6個數碼 大家自己想一想 可以怎樣 綜合推介沒有 但是三個圈推介有 今場三個圈推介有兩匹 分別是8號的精算磅 以及10號的劍獵風 其實你可以拿著劍獵風 可以拿著在手先 剛剛先 有一隻馬三倍 我們看看臨場的賠率變化 暫時其實不太多東西可以看到 因為只能看到8號的精算博弈那號的Win 就落近飛 1號也是 1號也是 1號就是這裡 外將就是1號的慣勝共贏 我們看看上下馬寶刺灣 其實已經有在這裡 通常我們這些場次 我們會再加上1號 我覺得應該要放進範圍裡 剛剛先 剛剛也說了 我們馬寶 看到9號有在這裡 9號剛才我們有介紹 又是你的一星馬 我們又要拿著在手 鳥王剛才說 那個三圈推介 我們現在不如開給大家看看 好嗎 好 現在已經清晰了這個 看 有什麼所謂 一場半場 我按錯了 一場半場 的 沙圈推介 其實今場馬就 不是很多 就是看到 有兩個 有兩個錢的符號 就是我們的沙圈推介 10號劍獵風 和8號的精算博弈 10號劍獵風 又是鳥王有選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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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看 PACE馬 美麗寶寶 和旅遊手席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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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選擇了 有12 有5 有7 待會再看 臨場的變化 就是我會 怎樣都拿著5 對嗎 對嗎 對 對 現在我又圈了5 這裡又轉到另一個畫面 我先轉 因為不是在拿著筆 我真的在拿著另一支筆 轉到賠率 我們再看臨場變化 看到8號和9號 很危險 對 8號 簡單來說 你可以看到 沙圓推介有號碼 但我們的評價都沒有 那這些賠率 你就要想清楚 你要還是不要 對 這個就比較 這個就要想清楚 因為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是基於評價 沒錯 即是非數是做支援的 對 如果你說的號碼 大家轉到下來都一樣 那我就開心 對嗎 即是所有東西都配合而來 這樣當然是開心地倒下去 沒錯 最後一分鐘 我看到現在最穩固的膽 就是沒有的 但看到1和2號 兩匹馬 就是最佳冷腳 這樣的話 我再配合你們所說的評價 我就決定買一隻2號 美麗,寶寶,WinPay 我就買一隻三龍彩 好 我博多一隻三龍彩 今天都黑黑的 拿著膽子 死去 那我就會是 1 2 5 9 10 那我還有一個位置 那我再看一看 看看有什麼號碼 值得 參考 家喻佬 給你的話 你會選什麼號碼 我要選多一隻 你有沒有選擇給我 都不用了 你選了什麼 我幫你吧 我不用了,我有答案 我會要6號的威力大大的 因為我神粗三顆星 然後剛才我們不是說 早飛的時候 有隻6號人買了PACE 剛剛才 那我加上去 我是真買的 1,2,5,6,9,10 我們每個都真的買的 有人說我們假買的 真金白買的 真金白買的 大佬 大佬以為我們急急當被吸 不是 我們身體力行的 大佬 我是假買的 還有兩匹馬 好像林尾 都彈出來了 最佳冷腳 就是7號和6號 7號也是我的一星馬 贏封雲 和6號的威力大大 9號呢 見得到 就 孖寶 高麗賣了 對 即是上一口孖寶 和金口孖寶 都是最後那一刻 都亮了燈 這裡就亮了燈 這裡就亮了燈 這隻我不相信 另外位置Q 來了 單T 正在 看看Q來不來 Q 好像還未到 所以大家 這些馬 如果你說 拼冷腳的話 就試一試無妨 對 始終有賠儡 現在45倍 沒錯 Q也來了 這隻狗 大家自己想 這些就是剛才 嘉莉佬所說的 范范佑 另外 媽寶妃范 1號 這隻 Q也來了 已經是 不談的 1號 我賠儡 真的不談 真的不談 我還剩下 戶口還有123元 我就120元 買下去 這隻慣性共贏到 因為始終外將的票 我沒有得不到 我們有個口缺的 只要信 不要問 外將就是這樣的 他四個拳頭加起來 會不會等於一個拳頭 不知道 所以我們這場 又直播了 介紹你們怎樣看票 簡單 簡單 基本版 都可以用到的方法 你在畫面上 已經圈了號碼給你 對 對 原來 底部的號碼 看不到 你看一下 對 拉高一點 可以嗎 其實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你應該縮小一點 是你縮小 對了 好 紅燈亮起了 參戰馬就準備入閘 看看我們今場 用這個方法來圈馬 那些馬 跑不跑得出來 我們就Hold住這個畫面 即是不包中 但問題 如果你說要拼搏的話 這些就是臨場拼搏的方法 KEEP說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孖寶下射的重要性 我們一步一步來 因為始終太多人 都不是用高級的東西 剛剛才 還有一次過說了這麼多東西 你都未必記得 吸收不到 我們逐步逐步來 所以 我們就會把這些片 剪掉 放上youtube 如果你真的想去學 或者想怎樣 學一下怎麼看飛機的話 你就可以重溫回 我們youtube的頻道 沒錯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方法 每次我們都會選一場 是 大家慢慢學 好了 全部馬都準備好了 因為剩下一檔的翡翠福星 希望這場中 我們會有型的 這條片 是啊 我們要圈圈 好 入了翡翠福星 全部馬都準備好了 來到今天的第七場三班一里賽 對 這隻九號的旅遊首席 最後都落飛 看看能不能走上來 好 一出閘的時候 全部平排出閘 但有個騎士 專家鄧候 就是閃拿那隻 贏風雲 好 前面現在搶放的第一隻 就是十號的劍獵風 外面還有一號的一關星共贏 內蘭守住好位 就是美麗寶寶 然後看來就是旅遊首席 先奇德福 聲聞判官 紗王烈焰 翡翠福星 好 前面繼續放 仍然是那一隻劍獵風 然後外面就是關聖共贏 內蘭美麗寶寶 再數下去 黃色彈那一匹就是旅遊首席 旅遊首席之後就是聲聞判官 內蘭那一匹就是喜德福 位置沒有變動 再看下去就是 紗王烈焰和贏風運 第一段二十八個二四的 繼續放在頭 仍然是劍獵風 外面仍然是在拜神羅里亞,那就是關聖公營 內蘭美麗波波,潘朗看著前面兩隻來跑 你們一不行就立即補上 但外面還有一隻9號的旅遊手席博著 看你們幾時死,我衝上來 後面繼續有內蘭喜德福,聲勿判官,蝦夾王烈焰,贏風雲 全部位置沒有變龍 剩下500米的時候,前面見到一隻建立風開始加速 難道是一陣風吹上來前面? 外面關聖公營,習慣了贏的 你搞不搞得行,我衝的 但美麗波波開始騎落,反應不太強 前面三隻馬在鬥,仍然是劍聶峰走頭 外面羅里亞都在劈下去,反應不夠強 現在前面劍聶峰帶來一個馬位 第二名應該很大機會衝線就是1號的關聖公營 後面有沒有馬爬上來? 爬上來的就是4號的爪王烈焰 第一名,10號見聶峰 第二名,1號關聖公營 第三名就是4號的爪王烈焰 爪王烈焰真的沒話說 全程非又沒有,什麼都沒有 這樣就跑到第三 但剛才我們那個計劃都算成功 什麼計劃? 你說圈圈的計劃 是的,圈圈出來的全部都是 起碼要先中一號 對,就是1號 1號和10號都同 所以你說最後的票是怎樣支援你去買馬 對 這個方法就是 對 你說可不可以找到一隻爪王烈焰爆你那條東西呢? 嗯 就是看運氣 這個是要看自己的看開哪一番 你認為他有變動 你是需要加上去配的 你才去選 沒錯 好像我們臨場,我們就選狗 剛剛才拚他捱回來 那些捱不到我們沒有話說 剛剛才 我也是堅持10 我最後才加一隻1 是啊,因為1 你一定是偷的 對不對? 沒錯 因為我們的評判一沒有 你一離非 然後我們看到什麼駁殺騎士在這裡 沒錯 這些就是偷的 是啊 但不是無緣無故說 那隻又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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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選擇 你見到我 我理他都傻了 起碼有個原因支持到這個論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經常叫你們去做功課 就是在做功課之中 你戴在袋裡是你自己的馬 你自己的馬是核心的重心 你再去怎樣選你自己的配腳 或者邊線冷門來做你自己的配腳 是你們自己每個人有一套自己的方式 那就對了 沒錯 我們只是教你 以及做了waiting 告訴你 教你怎樣看 就是這麼簡單 對 所以始終都要靠你自己做法 對不對? 不勤力不得世間財 好,休息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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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